那个半径的来源 就是半径,取得半径之后 刚刚是透过那个 透过这个 Rondon 取得这个半径 那现在如果说我今天需要这样 按执行之后的话 我可以从外部取得一个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视窗 就是我们可以跳出一个 类似一个简单的一个 Windows,一个小的Windows 然后呢,这边 请输入一个值,比如说我输入一个8 按下确定之后 我可以把值再丢还给 这个最后Council可以秀出来 也就是这个值的话 是透过一个外部取得 那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叫做 就是叫做J Option Pen 的这个类别 那特别注意,基本上这个类别 我把它delete 掉 预设的话你会发现 如果我今天呢,用到 这个叫J Option Pen 的这一个类别 可是呢,我没有做什么 Import的动作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去使用它 我讲过嘛,基本上 J Option Pen 这边它会跳出 它会让我怎么样 汇入这个类 这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呢 它其实不在Java的套件里面 它在Java X 的套件 所以点一下,你会发现 上面就出现什么,Import Import就是外部汇入的意思 我可以汇入什么呢 汇入Java X X 的话就是延伸的意思 Extend 一个叫Swing 的套件 里面有个叫J Option Pen 那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使用的这个类别 是在外部 不是隐含的 比如说Java.leg 那个是隐含 隐含就是预设已经载入的 不需要Import 像刚刚那个我们System的这一个 基本上是不需要Import 因为它什么 它是隶属于哪一个 隶属于这个 Java套件里面的leg套件 这个是预设就已经载入了 所以你不需要Import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什么 JR.Champan 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Import的动作 关键是Import 所以将来如果外部有一些 我会用到类别 那我就必须Import才能使用 如果你没有Import的话 就不能使用 那如果我要取得外部 就是执行之后 让User可以输入一个值的话 我可以利用JR.Champan 里面有一个方法 点下去之后 它有一个叫 Show Input Dialog 然后呢 上面你就给它一个字串 它会帮我怎么样呢 取得使用者输入了这个值 比如说我输入8 它会把值丢到S里面 不过特别注意 JR.Champan的这一个方法 所取得的值一定是字串 所以我们丢过来 上面一定要宣告什么 宣告是一个Strim 你不能宣告的是一个Double 如果是一个Double 它就能够